2021年2月5号凌晨0.33分了 哈喽朋友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鸿哥直播间 我们来看本场比赛 多边是小孩 右边是秦宏 这是一场九七的对决了 比分上来说 是小孩0分 秦宏是5分 比赛是抢10的 抢10的 那秦宏先到了5 秦宏先到了5分 如果你是第一次进来 捧他可以给我点点关注 可以吗 也可以给咱们这个小动作过 点关注 还有三二八是谁 什么呀 刘鹤顺 去写我感觉2比10都没戏 不要这么悲观 去写大佬 别这么悲观 哎呀 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 一个大猪跳出来了 阻止了十乐千克进攻 可惜 秦皇这个八神血道太少了 没有撑下去 小黑粉大兵 这是直播 对呀 直播呀 屏幕上不写的吗 现在直播 观看卡顿朋友 你们可以全屏调整下清晰度 就不好了 在咱们的直播间里 99%的时候都是直播 不直播 我会在屏幕上告诉你们 的啊 哇 我 九七真的不是小孩的主力啊 九七真的不是小孩的主力项目 前红 他的徒弟是灰灰啊 他的徒弟是五指灰啊 欢迎阿夏 秦皇是零点赚球创始人吧 有人是这么说 但是我觉得吧 我觉得也不是吧 一拳过那么大 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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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咳 咳咳 round 3 ready go 大家可能对小孩 了解还是不够深 小孩他的主力项目 是98 13 2014 在全黄这个系列当中 他的97真的不是他的主力项目 他的97水平 怎么说呢 按照现在的玩家的水平来评的话 应该可能是在 二线 二线 从比分上就能看得出来了 秦宏这个水平 对吧 也是一线追者了 神乐 玛丽 八神 鸡巴也不错吧 我说的是全黄系列 兄弟 咱们铺全黄 咱们先别提鸡巴了 咱们就是提在全黄系列当中 对不对 如果说咱们铺的是鸡巴 那肯定我提一下鸡巴了 强输 强输 不错 硬 这个葵花打中之后 马上再吃了一个地盛的档碎 木头 然后莫多 拿下对方的这一笔能不能开张 可以连包包啊 广西分鱼燕 让秦红跟小二打980 那肯定的 秦红跟小二打980 就像现在小孩打秦红97一样的一个结果 直播是反过来了 下周三打980 嗯哼 不如把手伐的 不受勇気 不受勇力 不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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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力 有力 现在这把要开招了 小小孩能不能开招 小跳起风 好吧 大猪已经结局了 现在前红只剩下一个大门五郎了 小孩能不能打超一跳三 胖门 绝对小孩能够一跳三的 能赢下这个币的话 扣个六 觉得前红能赢的话 你可以扣个九 前红现在只剩一个大门 五郎可以依靠一下 他现在有两栖在手 又是骗到小孩 这个德 德的小孩也是一个 不要不要的 蓝之珊打完之后 小孩的八神血量 也是所剩无几 还有三个血量 又是蓝之珊 这个无责任蓝之珊 简直搞得小孩 也是头疼啊 怎么可能打到我呀 拆头一下 十勒奇和跑抓天地板 来了 这下咯 最震完之后 你看又再震一下 两个霸震 有本事你再来一个霸震 来 不够震的了 现在不够震的了 小二十勒奇和被提防 前小跳中腿 一脚踹在 塔德赢得上 判定上去 这把能反三 秦宏 能不能反三局 朋友们 现在小孩的 呦 这个前冲蓝之珊 啊 小迪 跳低 天地板 好吧 炸气 感谢随心随姓 随缘随懂的灯牌 谢谢 就看这一下了 小孩 哎呦 卧槽